他是一流的历史学家,他也是一位为民请命的大炮,更敢在蒋介石面前叼着烟斗翘起二郎腿,更凭一己之力扳倒两任行政院长。 他就是傅思年。 1919年,五四运动爆发后,傅思年担任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。 要知道,当时的学生运动是一种风险极高的活动,尤其是作为总指挥,随时有被抓,甚至是杀头的危险。 连毛泽东回忆起在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时,都大赞傅思年,曾在五四运动大出风头,为新文化运动做出伟大贡献。 胡适,称傅思年,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。 他又是最能办事,最有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。 而傅思年的家族,在山东辽城,属名门望族。 先祖傅以剑,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个状元,做过康熙的老师。 此后数百年间,傅家后人考中进士,举人者,多达十余人。 一向为人耿直的傅思年,即使面对蒋介时,也无所畏惧。 与一般,只埋头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不同,傅思年还积极揭露丑恶的政治现象。 他凭一己之力扳倒两位行政院长,也因此有傅大炮的名号。 1944年,傅思年在参政会上,炮轰当时的行政院院长。 也就是当时第一夫人宋美玲的姐夫,孔祥熙。 傅思年除了揭发他贪污舞弊,还骂他是皇族亲戚。 事后,蒋介时亲自邀请他吃饭。 蒋把傅大炮请去,好酒好菜地招待着。 傅大炮当然知道蒋的用意,但毫不理会,该吃就吃,该喝就喝。 此时,蒋介时说,你信任我吗? 傅思年回,是绝对信任的。 蒋说,既然信任我,那么我任用的人你也应该信任。 傅思年回,委员长我是信任的,至于其他的人,砍掉我的脑袋,我也不能这么说。 蒋无可奈何,因为这副大炮可不是个一般人。 虽然,傅大炮是才自傲,总是翘着二郎腿,叼着烟斗跟蒋介时讲话。 但蒋介时对傅思年的自傲也不放在心上,相反的,爱文才的蒋介时,还更是对他欣赏有加。 经过这一番谈话,蒋介时忍痛罢免了,恐详细的行政院长职务。 也因为傅思年敢言直言,蒋介时把他比喻是民国时期的魏征。 其后,宋子文当上了行政院长。 1947年,傅大炮发表,这样子的宋子文,非走开不可,公开向宋子文开炮。 傅思年细数其主持金融、工业、外交等事务。 其中写道,我真愤慨极了,国家吃不消他了,人民吃不消他了, 他真该走了,不走一切垮了。 面对这样的炮轰,蒋介时有了前车之鉴。 连宴请傅大炮吃饭也省了,直接就下令,宋子文赶紧下台吧。 在炮轰恐送的时候,胡适曾担心地劝他,但傅大炮毫不畏惧。 人们评论说,傅思年才是民国第一大炮。 鲁迅不敢骂的人,他骂得很轻松。 除了大炮性格外,傅思年一生固守民族大义,集中文人气节。 抗战胜利后,傅思年代理北大校长,坚持民族气节。 正是非,便中坚。 决议裁掉所有汪精卫时期的北大教职员全部不留用。 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,也由此与其结下深院。 49年后,周作人留在大陆。 文革开始后,也遭受冲击,被红卫兵查封了家,并遭到皮带及棍子抽打,最后发病黯然离世。 1948年11月,傅思年受蒋介石之命组织抢救学任计划。 隔年1月,傅思年赴台,出任台湾大学校长。 他把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带到了台湾大学。 1949年,那时国民政府刚撤退来台,国情不稳。 当年发生四六事件,军队进入台大和师大两校抓人。 在4月6号当天,军队进入校园,领队的是警备总司令彭梦契。 傅思年警告彭梦契,若有证据,该抓就抓,若无证据,就不能随便进学校抓学生。 我有一个请求,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,若有学生流血,我要跟你拼命。 而彭梦契则回他,若有人流血,我便自杀。 也因为这句,若有学生流血,我要跟你拼命。 让后世广为流传着。 1950年12月,傅思年在省议会答复职巡时,过度激动,突换脑衣血逝世于一场。 傅校长逝世后,葬在台大的校园中。 校方为了感谢他,带给台大自由风气还有学术典范。 为他建立了复原,并在里面盖了一座仿希腊的帕德嫩神庙。 园中植物茂盛,有喷水池和纪念碑,十分有灵气。 其中还有一座纪念中,名为复中,是台大精神的象征。 傅思年逝世,蒋介石亲书,国师师表,并亲临致记。 于幼任也写下婉联,是子路,是颜回,是天下强者。 为自由,为正义,为时代青年。 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,傅思年不畏强权,敢于发声,始终无愧于五四精神。 堪称为一代国士,而傅思年在台湾受尊,其留在大陆的亲人,却在那边受罪。 傅乐焕,傅思年的侄子。 1947年,赴英国留学。 1951年学成,兼具傅思年让其赴台湾大学的工作安排,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。 1952年,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。 1966年5月,文革初起之时,傅乐焕受舒服的牵连,被作为安插在大陆的特务遭到连续的批斗,关押和残酷的折磨。 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,哀伤至极,在走投无路的凄惨境况中。 他最终选择以死明智,证明自己是可杀,不可辱的传统式代夫气节,与骨气。 5月23日,在北京陶然亭投胡自尽。 随后,傅家在辽城的祖坟,大清开国状元赴已建。 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,与台湾反革命分子傅思年的祖师爷。 其木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,批关阳师。 母亲在重庆的坟墓也被炸开,惨遭毁坏。 傅家留在大陆的亲属,上至祖辈,下至子植辈,竟予无不凄惨。 傅思年在新文化运动中,叱咤风云,开一带风气之先。 对孔宋家的强权也是毫无畏惧,敢于为民发声。 有人这样评价傅思年,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,最有志气,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。 而这样一位著名且有民族大义的一代国士,长期以来在大陆默默无闻,这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之碑呀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动动你的手指,感谢你的喜欢。